清明時節不止雨紛紛 全港多處都發生山火 星期四下午 在元朗高步村對開就發生山火 火線清晰可見 濃煙不斷升上半空 8個閒山人士一度被困 資料顯示 最少有30宗的山火在本港各處發生 各區的消防員和飛行服務隊疲於奔命救火 消防署就呼籲 市民宿務制早時候要注意安全 千萬不能留下火腫